随着中亚进口食品货运量的不断增加 这几天前来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 观光购物的游客也逐渐增多 各种特色食品受到我国客商的青睐 来自哈萨克斯坦的食品供货商阿迪利江·土达宏 这两天专程来到霍尔果斯 和中方的贸易伙伴洽谈新业务 中亚食品在中国市场热销 不仅得益于一带一路倡议 也得益于中国与哈萨克斯坦 通关便利化的共同推进 据了解 今年一季度霍尔果斯口岸进口食品货运量达14.5万吨 同比增长199.2% 主要商品有饼干 糕点 啤酒 奶粉 巧克力 糖果等 葱姆